台湾电力公司今年夏天举办2021年节电启动活动 公布2020年全国县市节电冠军地图 鼓励疫情期间仍然可以节电的22个县市行政区 而其中金城镇是2020年金门地区节电机优的第一名 用夺金门县节电王的宝座 金城镇获得这个殊荣之外 金门已经全面都装了智慧电表 有了台湾电力APP才可以享受智慧电表的好处 智慧电表装在我们家里之后 我们下载的APP可以看到每15分钟每小时 或者前一天的用电量 同时也可以促进我们来节电 我们知道哪一个时段我们的用电量会比较高的话 是不是我们的用电设备要改善 因为你改善用电设备的话 真的是能够达到节电很好的效果 金门是低碳岛 民众如果能够节电 就真的在落实我们低碳岛的本质 金门是低碳岛的示范岛 所以我们优先在金门做智慧电表全面装 所以一定要下载这个APP才能享受它的好处 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地下载 然后了解我们自己家的用电情形 来落实我们的金门低碳信呼导的目标 台电金门区营业处处长黄甘信 6号来到金城镇公所致政讲座 感谢金城镇镇长积极致力推广节能减碳 让乡亲建立家庭节电的观念 那首先感谢所有正名对于节电的支持 那公所平常在透过社区的宣导 以及办一些活动 都会提醒民众做一个节约省电的一个动作 例如刚刚我们村长所讲的 水手关灯 台湾旧型的一些家电 其实都达到我们省电的一个效果跟目的 那其实近年来公所也配合 政府也跟人员局争取了一些预算补助 在107跟109进行公所所有的电灯的一个态患节能 以达到说从公部门开始率先带头 那呼吁乡亲一起配合 达到节电的效果 那希望明年能够在此得奖 因应居家防疫 台电公司提供居家抗下节电 建议选用变频的空调 将温度设在26到28度 搭配循环扇还有百叶窗帘等等 每两个礼拜清洗一次滤网 就可以加快室内降温 并且减少耗能 再次减少耗能